-Videos 澳洲的达尔文有很多鳄鱼,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本期来介绍枭鳄鱼 坐船出发啦 这条河叫阿德雷德河,有很多野生鳄鱼 马上第一只出现 刚刚则是陪你玩的 其实我随便咬就咬到了 表面风光 暗藏危机 来新来的鳄鱼上攻啦 咬给客人看 右边的客人也要照顾到 没拍到的人 手机不要放下来 还有 起没棍法 没咬到 对了上次客人 说跳不够高 为了奖金 荡剑式 哇 可恶 我也是很高 鳄鱼结束换老鹰表演 表演洗脚 你们这些人类看完就回去吧 我们要下班了 回家前买冰淇淋吃 看得不过瘾来逛动物园 这是狐猛 狮子王的 哈哭拉玛塔塔 不知名的鸟 澳洲动物园必备的袋鼠 还有鹦鹉 鸥鸥出现了 奇怪的人类 来个特写 小猴子 看牛吃草 澳洲特有的食火鸡 蓝色的哦 鳄鱼出现了 还可以拿鳄鱼拍照哦 如果不是我的嘴巴被绑起来 你就完蛋了 果然有狐猛就有狮子 哈哭拉玛塔塔 好大的狮子 它一口就可以把我的鸵咬掉 鸵超大的 母狮发现小孩猎物 很想吃它 但是又吃不到 只好吃 工作人员喂着肉 工作人员把肉拿高高 趁机介绍母狮的特征 被甩发展就挂了 嗯好吃好吃 上船看钓鳄鱼了 哇 动物园鳄鱼很有活力 比野生的鳄鱼賣力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很认真 又钓又丢又讲解 又钓又丢又讲解 来了来了 有活力很强 咬下去还啪一声 东宇园的船比较小 今天客人不多 鳄鱼修许的空档不断的讲解 完全没有人场 来帮你配点背景音乐 天啊 绳子都咬断了 岸上有一只大鳄鱼 服务申舟到船已经上岸了 还继续钓鳄鱼 最后一块肉就送给你吃吧 你绳子怎么绑那么紧啊 我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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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妮头浅郎壮啊 不要来咬去我怎么咬 我咬 可恶 我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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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喜欢本期的钓鱼鱼节目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欢迎留言给我 我会记得完成哦 拜拜